岭南素材罗汉松养护经验2 罗汉松栽培要点 可用千叉和播种繁殖 千叉最佳时间在3月上中旬 选先一年生秋季萌芽枝条 带种千叉 在萌芽枝的老枝节下0.2厘米处减下 播种繁殖于8月下旬至9月上旬采种 极采极波 也可杀藏至一年早春播种 培育双景树 本景时要注意修枝造型的季节 最佳时间为6至7月 此时枝条柔软 容易细形柔枝 钮皮等造型不影响植株生长 不影响植株生长 罗汉松的养殖要点 1.土壤 要求富含腐植制 疏松肥沃 汗水良好的微酸性培养土 在显性土壤中叶片黄化 生长缓慢 寿命长可达几百岁 甚至千岁以上 2.浇水 罗汉松不是松科植物 并不耐干旱 恰恰相反 罗汉松耐阴湿 生长期要注意经常浇水 但不宜自水 春得地区夏季晴天时 要注意经常浇水 一般要在早晚各浇一次水 另外还要经常喷叶面水 使叶色鲜绿 生长良好 夏季雨水通常也比较多 罗汉松不耐浪 要注意防止长时间积水 3.阳光 罗汉松属于中性偏阴性树种 能接受较强光照 也能在较阴的环境下生长 虽然夏季温度较高 阳光强烈 但由于罗汉松大树 在高温强光的条件下有 利于保持树子夜行 所以在夏季 也不必对罗汉松大树进行遮阴 而罗汉松小苗 由于组织又嫩 不宜长时间强光照射 建议最好放在树荫下养护 4.温度 北方地区盆栽 当室外气温稳定在 10摄氏度左右时出事 放室外被封向阳处养护 入下后一致半阴处 冬季温度不降到 5摄氏度时应入室 入室后控制浇水 在不结冰的条件下 即可安全越冬 5.施肥 罗汉松洗肥 应剥肥禽湿 肥料以氮肥为主 可加入适量黑繁 殴制成繁肥水 生长期可移到 二个月施肥一次 施肥可结合浇水 同时进行 水肥比例为9比1 6.虫海 主要有叶斑病和碳菊病危害 用50%甲基脱布筋 可施性粉浸500倍液喷洒 虫海有介壳虫 红蜘蛛和大索鹅危害 可用40%氧化乐国乳油 1500倍液喷洒 考虑 它 脱茫